此前,2022年7月,遭遇交通事故的患者被诊断为多发伤、颅脑损伤、核面部损伤、闭合性胸部损伤、肝损伤,并接受核骨、颈部联合手术和其他受损器官接受保守治疗。 面对患者复杂的伤势,悦德友谊医院的医生队伍进行了多学科联合会诊,其后对患者进行气管移植及食管程行术。 这是世界医学文献中罕见的气管移植结合颈部室管程行术的病例之一,并迄今为止是越南首次成功进行的手术。 近两年来,我不能经口进食而必须经皮内境未遭落来解决营养问题。我非常感谢医生们治好我的病。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极治疗后,患者于6月25日出院。 一个月后复查时,患者身体状况良好,手术疤痕愈合良好,能用口进食、饮水,并能再次通过鼻子自主呼吸。 截至目前,气管移植手术,特别是气道移植手术,仍然是外科领域和世界各地医学界的一个挑战。 因此,这一结果将为气管损伤长度超过6厘米的患者,能够恢复最佳气道,开辟光明未来。 该病例的成功,再次肯定了北方最大外科医院医生的专业水平,同时进一步肯定越南卫生部门的资质、声誉和品牌。 目前,患者体重已增加10公斤,身体状况良好,用鼻子呼吸,用口进食。 预计,患者将在第5、6月进行手术后取出气管支架。 据越德医院,就在上周,已有4名脑死亡捐献者捐献器官,使该院器官捐献总数达到16人。 这为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的病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谢谢。